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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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資本策略旗下,常家生活地產發展 位於渣甄山百健時道的分層超級豪宅皇帝 全盤只有16伙 發展商最新推出兩個特色戶招標 其中一個低層複式戶用上3500萬裝修和添置家具 更邀請日本室內設計師為單位注入現代日系禪峰 在超級豪宅當中算是較為獨特 三樓和五樓A室複式戶 實用4078呎 原積三套房間隔 擁有巨無霸大廳,極巨大宅氣派 日本設計師以日式庭園為靈感 採用木材和石材等原始材料 配搭簡約的家具 為單位營造現代日式善味風格 帶出安穩寧靜的氛圍 設計師以日式庭門取代大廳部分長生 分隔不同區域 呼應日系主題 大廳近廚房一邊有一個品酒區 設有兩個高薪酒櫃 再多靚酒都可以好好收藏 設計師也將廳旁邊的一間套房 拿來做電視房 並且將旁邊的空間用作書房 提供獨立的工作和娛樂空間 這裡日式屏風眨眼望下去 會以為是一面長身 不說不知,其實它是一道廚房門 令視覺上較為歸一 走進去會發現空間都幾闊落 升盤前面有大窗,非常光亮 主食爐置於中央的倒台 經過樓梯來到上層睡房層 一上到來就是家庭廳 雖然這裡的空間不算太大 但都提供到一個額外的休息和工作環境 可以讓護主看書、嘆咖啡 家庭廳旁邊就是主人套房 近房門位置有一個生活區 擺放沙發和電視 走多兩步來到沉區 主人套房最大賣點就是這裡曲尺大窗 大大擴闊相景角度 遠望甚至可以看到跑馬地 位於浴室旁邊的布入式衣毛巾 設有一列高身衣櫃 大把空間擺護主的美衣 同時也有梳妝桌 令女士扮靚時可以享有更高私人度 另一個推出的單位是十一樓及二樓 十二樓B室 實用4440方尺 樓層較高,景觀亦開藥很多 內套外套房 樓層 武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